有兩個人一起在樹林裡散步 忽然有一隻大灰熊向他們跑過來 其中一個人馬上跪下來禱告 另一個人則開始在那裡綁鞋帶 第一個人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綁鞋帶 你又跑不贏那隻熊 第二個人就說 我不用跑贏那隻熊 我只要跑贏你就好了 祖前587年尼布賈尼撒王 率領大軍南下進犯猶大跟周邊的地區 在21章18節提到上帝指示 以西節說 你要畫出巴比倫王 帶劍進攻的兩條路線 這兩條路都要以同一個國家作為起點 你要在這條路分岔的地方 魏王樹立路標 一條指向雅門的拉巴城 另一條指向猶大 通往有鞏固防衛的耶路撒冷城 巴比倫王到了分岔的路口 站在路標前面 用搖劍要占卜 要決定先進攻哪一座城市 結果 尼布賈尼撒王抽出 寫有耶路撒冷的劍 他就先揮軍攻打耶路撒冷 然而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 卻不相信這樣的預言 認為巴比倫軍隊沒有真正出發 事實上 尼布賈尼撒王是受上帝的命令去責罰他們 並要向耶路撒冷下手 確實是要向耶路撒冷來進兵 那麼雅門呢 他們的命運又是如何呢 當尼布賈尼撒他選擇通往耶路撒冷的路 這個時候 雅門以為他們將要逃過災禍 後來雅門人搶先在尼布賈尼撒進攻耶路撒冷之前先投降 因此當耶路撒冷被攻陷的時候 雅門人沒有被尼布賈尼撒來進攻 甚至在耶路撒冷被攻破的時候 雅門人還將刀劍指向猶大帝 企圖能夠多搶一些土地 雅門人跟以色列人就像在樹林裡遇到灰熊的這兩個人 雅門人以為只要勝過以色列人就可以逃脫被攻擊的命運 玄師在這裡預言雅門的命運說 收刀入鞘把 他們的貪婪跟殲餓必受阻止 上帝要在他們自己的土地上審判他們 他們的國不再被紀念 上帝是公義的神 在上帝的審判之下 沒有人能夠逃脫上帝的刑罰 人應該做的是認罪跟悔改 尋求上帝的慈愛跟恩惠憐